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部跟传统的东部或者讲北方跟南方之间的这种差异是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 西部的开发西进的发展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加注了跟东部尤其是跟南方的这样一个差别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引出来第二个话题 这个也就是南北战争的更直接的一个问题 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 那么这里面大家我们先一起来思考一下 美丽界民族这个民族的一个建构 这个国家它在发展的历程当中 它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特殊性 我们虽然讲在独立战争之后 在1789年联邦政府建立之后 那么这个北美这个大陆上从无到有诞生了这样一个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从那一刻开始 或者讲它的这个美利坚这个民族 它绝对没有停止它的一个构建的进程 那么换句话说 美国这个民族 美利坚这个民族 它在发展过程当中 它的建国 它仅仅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那么在后来的这个近200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它在民族的特性 它在不断的这个发展 而西部的开发本身 有早期的13个下船的这样一个殖民地 后来的13个州 到现在的一个奄奄的横夸 北美的就是西边到太平洋 东边到大西洋 这样的一个北美的一个帝国 或者叫大国 它的这个民族的特性本身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这里面呢 就是我个人认为 南北战争的爆发 它跟这个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本身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里面具体来说 就是南方人为什么要脱离联邦 为什么他觉得联邦对他不公 或者讲北方政府对他不公正 而提出不得已而脱离 那么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跟他自身的这样一种民族的认同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两个方面的发展 究竟他的这个民族的认同 美利坚的这个民族的建构 他走到了哪一步 另外一个方面跟他相对应的 区域主义 或者像地方主义的这种情节 他又在多大程度上 在医治民族主义的一个高展 这是两个互动的一个进程 先看看民族主义 我们学习独立战争的时候 一般的要讲到独立战争 它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标志着美利坚民族的这个建立 其实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 美利坚的民族 他在独立战争的进程当中 在独立战争的这个重大的事件当中 他只不过是他的民族性 民族主义得到了一个升华 但是他并没有认为独立了 建国了 那么就完成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知道在后来 美国又爆发了第二次独立战争 也就是1812年到1814年的这个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本身呢 对于美国而言 它在战事上 在战争上本身带来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后果 就是这个事情本身之后 独立战争完成之后 美利坚的民族主义 有了一个新的高涨 独立战争胜利之后 英国人是不甘心失败 他们一直是鼓吹 在哪一天要使得这个脱离 大英帝国的这个北美的13个殖民 这个这个这个烙反抗的这个州 这个这个国家 在哪一天要重新的回到英国的怀抱 所以没多久在1812年 战端再起 战争的这个是双方互有胜负 没有导致领土的变更 那么英国人是从加拿大沿着这个五大湖地区南下 那么美国的军队是北上 双方是占领了一些地方 但没有多久 双方就是坐下来谈判 结果是归还了相互占领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1812年也就是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 是没有产生领土上的变更 但是在这个战争之后通过根特合约 英国是从根本上放弃了 试图迫使美国屈服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野心 那么从此之后英国人死心塌地就认为 这个国家是独立了 是不可能再让它屈服 那么也正是在战争时期 美国人美利坚民族的这种民族主义 有了一个充分的发展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讲到民族主义 它的内涵 更大的程度上它实际上是对外 我们可以讲到就是民族主义 最经典的一个定义就是斯大林的这样一个定义 尽管我们现在对斯大林这个定义的有很多 觉得是不是非常的科学 但是它基本的内涵 它是包含的 何谓民族 它就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共同性所组成的 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地域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心理素质 那么这样在一个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那么美国本身 它的这个民族的一个建构 我们讲 共同的语言 它是因为是多移民的 但这边主要是英语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 来自西欧很多国家 所以这个语言是多的 那么共同的地域 13个殖民地 在早期还没有13个 现在一个个的扩大的 那么到我们这个讲到19世纪上半月的时候 它的这个领土是进一步的扩展 所以它这个地域的 所谓的共同的地域 也是在变动当中的 那么共同的心理素质 稳定的共同体 这些呢 它都是处在一个变化 但是总体上我们讲民族质在内涵当中呢 它有一个核心的一点 就是一种情节 一种共同的认同 那么这种共同的认同 就是 就是虽然是这些移民 它是来自欧洲 来自欧洲的不同国家 但是讲到底 那我是北美人 那么到后来就是 我是美国人 那么再到后来呢 就是纽约州的 弗吉利亚州的 这些早期的人 他们在讲到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们首先是说 我是弗吉利亚人 我是宾夕法兰亚人 但是呢 这个变化呢 到后来是发生的 就是说 他不再谴调 我是某一个地方的人 那么就谴调自己是一个美国人 特别是在对外的时候 比方说在这个1812年战争当中 他一致对外 这个对付这个英国人的时候 那么使得他的这样一种认同 更加的强大 所以我们讲的 这样的一种民族的认同 在这个1812年战争当中 是得到升广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在这个1812年战争过程当中 美丽兼的 就是美国人的这种民族经济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因为美国建国之后 它总体上是非常落后的 那么在工业上是不能够跟英国 这个相抗衡的 但是呢 这个1812年战争 对于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在战争过程当中 来自英国的这种工业品 这种对美国的经济的冲击 把它切断了 所以在独立战争过程当中 以及以后 美国的工业 或者讲民族工业 它发展比较快 那么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美国的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 在北方 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 它发展很快 一边说这个罗德亚兰的 这个第一个工产 像马萨诸塞的 那么这这样后来就说 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一些工业基地 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想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民族追待高战 我们讲它高战 它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得到体现 那么讲到北方人也好 南方人也好 还有西部人也好 它的这样一种观念 这样一种感情 它是通过什么方式体现出来 我们想主要的表现呢 我们可以简单地 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下 因为具体要说 这个内容就相当多 首先的这个表现 是体现在经济上 那么也就是说是经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 它是一个比较出现的东西 首先是体现在经济上面 那么经济上的这个民族主义呢 又具体地体现在 联邦政府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上 那么这个政策又在多大的程度上 引起了南方人 西部人 或者像北方人的不同的这个品价 你比方说讲到 上次讲到就是西部的开发过程当中 公路的建设 运河的建设 再往后来这个铁路的建设 那么在交通运输的这个发展当中 南方人 北方人跟西部人 他对联邦政府的这个政策 他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那首先西部人肯定欢迎 你修公路 修运河 修铁路 那么这个到西部去翻店了 移民到西部去翻店 那么南方人呢 他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因为你这个不是在我南方建的 你是在往西部建 那么如果在经济中 从南部自身的一个狭隘的立场来出发 那就觉得这个政策对我不利 但是呢 在这个时期 在1812年 特别是在20年代以前 南方人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立法 他对南方也是有利的 他这个逻辑很简单 你既然是有利于西部的发展 有利于西部跟东部跟南部 连成一体 那么他们就认为 这个是 只要是对西部有利的 那么必然是对一个国家 整体是有利的 所以他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话 他就认可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 所以我们讲在经济上 当时的一些立法 没有引起南方人的这个反对 那这是一个经济上的表现 民族主义体现在外交上 外交上是最明显的 我们通常讲到民族主义 在一个国内 一个人在国家内部 不感觉到这个爱国不爱国 好像是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一旦室外的时候 你碰到外国人的时候 待在国外的时候 你会充分地体验到 这个国家它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我们讲民族主义 在对外政策 在外交上 在这个时期也是充分体现出来 我们上次讲到领土的扩张 当中还讲到这个五大湖地区 美国跟英国的一个领土的一个分歧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这个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同英国之前是进行了一些 外交上的交涉 那么结果是搭乘了 有利于美国的这样一个措施 你比方说在五大湖地区 财军 双方答应 特别是英国人答应 你不要在五大湖 在美国的边境地区 成兵百万 那么这个是现代财军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先例 应该讲这个 当时谈判大成这样一个条约 对美国人 美国人是很受鼓舞的 因为常常来英国是一个大国 刚刚独立了之后 美国是个弱小的 但是呢 1811年战争之后 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在北方的一个地区 还有一个我们把眼光转向 东南部 就是墨西哥湾地区的 这个佛罗里达 那个时 那个地方 当时是西班牙人的 这个 这个占领的地方 而且呢 西班牙人 再加上当地的 这个印第安人 他们经常的是骚扰 白人的这个定居点 而佛罗里达是出在南方 所以南方人的 这个西班牙人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威信呢 也是经常的担心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联邦政府是采取了 比较有利的措施 当时是派出了这个 这个GK逊 这个这个GK逊呢 是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 也是在1812年 这个战争当中 就是在新阿尔联地区 是带兵打了一战 这战呢 是 美国人是扬眉突气的 那么这个GK逊呢 就是派出军队 是到佛罗里达呢 这个是对付这个 当地的这个 这个西班牙人 还有西班牙人 支持下的海盗 还有西班牙人 怂荣下的印第安人 结果是把他们制服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佛罗里达的这个地方呢 他是先是把西佛罗里达 拿下来 后来是波什西班牙 把东佛罗里达 也一起让给了美国 那么这个外交上的 这样一系列的举措呢 都使得美国人 这个民族精神是空前的高尘 这个是在 外交上的一个提醒 那么我们可以 还可以发现了很多例子 就是这个时期的 这个民族主义 大家的一种 共同的一种情节 在立法上 包括在当时的这个联邦最高法院 他所通过的一些判决当中 得到提醒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就是民族主义 它是怎么样体现在 司法 这个系统当中 因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析的一个国家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 它作为司法系统 它有重要的一个职能 就是解释法律和宪法 这个时候 在20年代以前是发生了一些案子 这里面简单的提一下 大家有兴趣 可以再找一些材料看一下 那一个案例呢 就是涉及到 纽约州 纽约州跟新泽西州 我们知道它中间是一个哈德逊河 把它割开了 那么纽约州的这个 当地的议会呢 它是授权给一个人 一个像杜船一样 就是说是负责 从这边 就是像黄埔先生的这个浓度一样 这个是特殊经营 也就是说是垄断性的经营 但是后来的这个联邦政府呢 它又是另外授权给另外一家公司 让它也开一个这个浓度公司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两个相互竞争的这样一个局面 结果呢就是从事纽约州的这个这个经营 就是那个人呢 他就开始来恐告另外一家公司 说他侵犯了他的利益 就是很简单的这个事情 两家这个浓度公司相互竞争 那么他认为他是有这个垄断经营权 那么他认为 那结果呢这个公司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这个时候联邦最高法院是采取什么的判决 态度非常重要 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 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是你的这个州的法律大 还是联邦的 就是说联邦最高法院 他的这个判决效率大 这个安自的结果 先不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再谈 当然最终的一个结果呢是 实际上就是说是 区列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是联邦最高法院 他是权力是超过州的 你州的这个立法 实际上是他可以宣布 你州的立法是违反 违反了这个联邦的宪法 那么最后的一个判决 他强调了一点 因为涉及到是 纽约州跟这个新泽西州 两个州之间的这样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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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输 因此呢这个在美国被缺点为叫 州际贸易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就强调 既然是两个州之间的 或者是超越某一个州范围呢 这种州际贸易 美国宪法它是规定 这样的州际贸易 它不是属于某一个州的管辖范围 它只能是由联邦来进行管理 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呢 就是强调这一点 因此他就认为你 你这个纽约州把这样一个经营权 是专门给那个公司 这个做法是不妥当的 也就是说是推翻了 纽约州的一个地方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案子本身 它强调了一点就是国家 实际上它是超越某一个地方的 某一个州的利益 那么这个也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总而言之 在1812年战争之后 民族主义的情绪有着重要的发展 大家有兴趣 这个可以做一篇小文章 可以就它的这个表现来来进行一些分析 与此同时另外一面 我们讲到的就是这种地方主义 区域主义 或者讲地方利益 它也在潜资暗展 特别是在20年代 这种地方性的关怀 更加的重 那么关于这个地方主义 美国历史上有专门的一个名词 就是叫Section 或者叫Sectionism 可以翻译成是区域主义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地方主义 总而言之 它是跟民族主义 跟Nationalism 是相对应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认同 那么跟民族主义相对 区域主义显然 它更多的考虑问题 它不是站在一个国家的立场上 而是站在一个自己的 特定的一个角度 也就是地方利益的基础之上 我们前面讲的一些例子 它如果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它可能认为 你这样的一个政策 你这样一个立法 你这个问题的一种处置的方式 那么就是伤害了 或者你讲是损害了 我的地方利益 那么它可能就是 对这样的一个立法 对这样的一个政策 表示反对 那么这个就是区域主义 我们讲到后来的这个内战 南北战争的爆发 林肯当选总统之后 南方人他脱离 脱离您吧 他就认为林肯的单血 它是代表了一种 对南方人利益的一个威胁 那么他的奥迹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讲的这种趋入主义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 这样的一种思潮 那么这种思潮本身我们讲 它何以存在 它为什么在南北战争的形成当中 有它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讲到这个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有这个差异性 包括我们中国 包括世界上很多国家 特别是大国 大国的它的这种差异性 包括这个地理上的差异 经济上的差异 包括文化上的差异 都是很明显 那么这种差异 它是不是就是必然的是 等同于分裂主义 或者像地方主义 这个肯定不能简单的 这个下定义 那么美国的这种区域主义 地方主义 它的基础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在19世纪上半叶 我们简单来说 它的基础就是 首先是三大块 一个是西部 西部我们上次花了很多时间来讲的 那么这个西部呢 它是一个小农的西部 或者叫小农业的西部 这是一块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北方 北方呢 我们说是 它是工业的北部 或者叫工业的东北部 第三块显然就是南方 南方的特征是什么 种植园经济 种植园的南部 那么这个差异 这个经济基础呢 也正是在这个三个方面当中